115 東方日報 科企縮皮毛外創新發展 2015年7月22日產經B05被投資架構病為大花筒的Google一改作風 上週暗示會嚴控開支,刺激市值一夜暴增近650億美元 而全球最大網上零售商亞馬遜表明會改善財政紀律 股價上週三度破頂,本月額升百分之十二 市場優科網具企分分接流會否影響其創新發展 不過行內人士指出,科技要取得突破並非一時三刻 現時科技投資以告別操放式投入,改為進入精密投資新階梯 除此之外,亦會透過並購加快投資回本 結果上週暗示會加強控制開支,刺激市值一夜暴增 儘管美國經濟持續擴張,但不少行業的銷售及盈利表現倒退 科技股成為少數奇葩,成本控制更成為推動盈利的零丹苗 納斯達克指數近日屢創歷史新高,其穩5200點以上徘徊 多小反映科技股股價成本控制或市場認同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指出 科網行業過去幾年高速增長 與智能手機、3G與4G流動寬頻 社交媒體等新技術與應用的湧現有直接關係 在使用趨於普及下,行業及技術發展瓶頸有待進一步突破 就以智能手機為例,除柴能及應用趨於標準化 消費者對基本的更新換代速度反而放慢 爆發增長轉向慢牛年代至於可穿戴產品 智能家居以置物聯網等應用 他相信市場對其成立需時,在行業整體環境由爆發增長 步向所謂慢牛年代背景下 科技企業嚴控營運以置研發成本的投入 肯定是大勢所趨 科網企業開支預算由鬆轉緊情況 其實亦可體現於企業研發投入方面 普華永道在今年初公佈的全球公司研發排名報告顯示 14年以科企為主的國際企業 其對技術研發的總投入破年只增1.4% 增長幅度遠較11年及12年的10.3% 及9.7%明顯下降 調查更顯示 科研投入與科技公司的創意未必成正比 就以創意排名全球第一的蘋果公司 其研發投入指示排名全球三十二 至於其死的南韓三星 研發投入雖然排名全球第二 為企業創意排名 卻落後於Gregru及阿馬遜 阿呂員工數目限三萬人除了Gregru外 在過去幾年急速發展的阿里巴巴 其主席馬雲表明 阿呂在業務持續擴展的同時 整體員工要控制在三萬人水平 一改以往因應業務擴展 持續增聘人手情況 晶片巨人應特以Into及個人電腦 P、C、巨頭韋譜 HP、近月均先後公布不同的成本控制計劃 微軟最近亦加快重組虧損的手機部門 包括財減7800個職位 雲福證券聯席董事林家琪認為 被視為擁有增長營業務的科網企業極力控制成本 與科網企業估值偏高 管理層要以實際盈利回應投資者訴求有直接關係 林家琪解釋 經過近幾年科技創業潮後 市場已湧現大量可供收購的新技術 7月投資回報效益及市場整合 超級科企可透過向外並購 獲得新的技術力量 以求再降低帳面營運成本的同時 可有效維持企業能力與科技創意 此舉亦正好解釋 騰訊00700及哈里巴巴等內地科企 在業務以擴展至相當規模的同時 仍繼續以近似創投基金的方式 持續對新創科企進行投資 科技巨企分分折留企推高盈利微軟 重組手機部門 包括財減7800個職位激告 大幅減人手 今年首季新拼人手按年大減25%阿里巴巴 4月向員工表明 員工數目控制在3萬以內亞馬遜 收購網絡晶片商以降低成本應特意 6月宣布涉資3億美元縮減開支計劃 削減人手為主要戰略為普 6月宣布涉及20億美元成本控制計劃 包括轉聘海外人手及針對技術研發 3月5日